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個 Germation EOS Signature 的Color Management 開關了的效果 開了Color Management 就是說 其實現在已經是一個調教了的效果 關了之後就是一個Default Color Management 就是說它出狀的設定 可以看到 調教前和調教後的potential 其實是很大的 大家好 我是珍立 如果大家剛剛想著加入這個家庭影院的行列 可能就沒聽過Dream Vision這個名字了 Dream Vision其實是1986年已經成立的了 它的目標就是去魔改當代最強的投影技術 令到它有自己的特色 而它這個特色也都令到很多發燒優認識了這個品牌 Dream Vision 它就是來自法國巴黎蒙瑪特區 它當年就曾經改過Verdicon的CRT三槍機 然後就改了一個DLP投影機 當JVC的DILA技術 面世了之後 它就開始去魔改DILA這個技術的投影機 在我旁邊這一部 EOS Signature L 如果大家有留意投影機 都可能會覺得很面善 其實EOS Signature L 就是Dream Vision頂級的DILA投影機 它對下還有EOS 2L和EOS 1L的投影機 它就很明顯是用一個100mm的大眼鏡頭 另外那兩款就是用65mm的鏡頭 鏡頭最明顯的分別就是畫面的通透度和解像度 會令到你覺得有級數之別 L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Laser 雷射光源 這個系列的雷射光源就叫做Blue Sense 它和上一代的燈泡光源的投影機 最大的分別其實就是來自光度 上一代頂級的EOS Signature 光度是2200流明 那這一代EOS 1L 已經可以去到2200流明 而這部EOS Signature L 可以去到3000流明 那麼禁光有什麼優勢呢 舉個例子 如果你以前用一部1800流明的投影機 在一幅1.0增益的幕上投影一個120寸16-9的畫面 可以告訴你 光度你會覺得很不夠力 很暗的 那麼去到這一代 你用EOS 1L投影機 投影一個同樣的幕 同樣的畫面 可以告訴你 光度已經很足夠 而這一部EOS Signature L 投影一幅大過120寸的畫面 仍然是很穩定 很有力 光線的力量令到你覺得看得很精神 很充足 Unified Color Anthony Lee 在調校完這部機之後再量度 就發現這部機的色域 寬度可以去到PCI P3的109.49% 可以說是測試量度投影機以來 一個最高的數字 那麼這個數字 Food代不代表色準呢? Food代不代表色準度高 那麼在調校之後 那麼當然要再做一個測試 就是它的saturation sweep 全部可以進入目標格裡面的 那麼調校了之後呢 就再做量度 那麼其實那個要求的誤差值呢 是不高於這個3 VoS Signature L 它可以做到誤差值呢 最大的顏色都只是157 可以說呢 其實那個誤差 是比我們以前測量過的投影機 是低了很多的 其實這部機呢 是可以支援 8K 60p的輸入 還有輸出的這件事我們測試過是做得到 也是一個很接近完美的呈現的了 那麼說回調校吧 那麼其實整個調校呢 是一個4K HDR模式進行的 我們是啟動了它那個8K的eShip功能 在Anthony Lee調校的時候呢 就發現EOS Signature L的彈性是非常之高的 它調校了兩個模式給我看 一個模式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模式 是一個好像傳統燈泡光源高階投影機的視覺效果 那麼當然去到這一代 加上一個更加高階影像處理技術 其實那個畫面的色階呢 我是覺得看得更多 就是顏色會看得更多 暗位層次看得更多 立體感更加強 還有細緻的表達能力呢 是更加仔細和銳利 就是沒有了那種夢茶茶的感覺 另一種模式呢 其實就好像一部130吋的大電視 就放在我面前 那個光線力量夠 色彩的力量很鮮明 整件事就會令到你很興奮 那個光線的力量 很多令到你覺得很興奮的顏色 兩個模式呢 我都覺得是很好看的 如果說好像一部130吋的大電視 那個顏色呢 你會很容易留意到 每個演員的眼珠呢 都是發亮的 那種精神奕奕 生晚活票的感覺是很強烈的 那當然你如果想知道 那兩種模式是哪一種吸引力 或者你想知道那兩種模式有什麼吸引力呢 你當然就要來Unified Color去看看 EOS Signature L調教後的表現 那另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做測試的時候 主要就選擇了 近似傳統燈泡模式 電影感強的模式去觀賞的 那我看回第一系列 我測試投影機 測試電視機 必會看的電影 第一部必須要說的就是Lucy Lucy其實2014年上映 到現在都整八年的時間 那我出了4K UHD之後 都已經看過無數這麼多次的畫面 可以告訴你 這次我確實有重新的發現 包括在Chapter 3那裡 其實可以看到崔文直 就是電影裡面的大奸角 他的頭髮 除了你會看到硬啊 彈啊 GEL過的感覺之外 顏色方面除了黑白灰之外 很輕易地發現到 還有一種好像銅色的感覺 就是好像染染頭髮之後 那種黑色退了出來 又不是退到白色的感覺 是多了一種顏色的 很明顯分別很強烈的 另外就是Lucy面上的眼影 眼睫毛 那個色彩的變化 多姿多彩 看多了很多顏色 他那對耳環 很重聚的耳環 那種重力 份量十足 如果播得不好 他的耳環好像塑膠做 如果播得好像 US Signature L那樣 其實那種金屬的重量感 是非常強烈的 另一幕就是在手術床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好像燈泡 投影機那種顏色的白鋁透紅 又不是橙黃色的 因為很多時候播得不準顏色 那塊臉就會變成大橙黃色的 可以看到完全是白鋁透紅 面額上面就有青筋的顏色 光線的陰影 鼻歌到臉的立體效果 頭髮的粗幼 後面的頭髮的鬆散 細節度 還有質感的表達能力 是非常之強 但是最令我覺得 好像重新看過這部戲的 就是他幾滴眼淚 當眼淚營造在眼腔的時候 那個晶瑩通透的感覺 在臉顏流下來 流到嘴唇的時候 那個淚痕 到嘴唇邊 凝聚了那滴的眼淚水 那個反光度都很強烈 很有質感的 是我從來都未見過這麼清楚的效果 都挺震撼的 另一部必看的電影就是 The Greatest Showman 大娛樂家的4K UHD Chapter 10 女主角出場 她那件珍珠白色的 很厚質的晚裝 點絕了很多鑽石在那裡 那種閃力 那種立體感是非常之強烈 可以說是我看過這一段 無論投影機也好 無論電視機也好 可以說是我這次看得最強烈的一次 當然更加吸引就是她面上的化妝 還有她金黃色的頭髮 那種潤窄 那種彈性 那種色彩變化的豐富感 是非常之漂亮高雅的 她的化妝 眼影 研製 所有東西整個立體感是做得很好 當然還有兩位男主角的踢死套 一層一層黑中有黑 不同質料的黑 可以說是層次豐富 還有就是她們出衣的邪文 都看得非常之清楚 那種高質素醫療的質感是完全呈現了出來的 變形金剛終極戰士的4K UHD Chapter 4的柯柏文 她被Creator打了巴 這個特寫鏡頭裡面 可以看到非常之清晰的金屬質感 反光粒痕花痕之外 那些很細節上面的層次 粒粒的感覺是很強烈 Creator的金屬反光的顏色 反出來的藍色綠色的變化是非常之豐富的 又是重新一次再看這部戲的精彩視覺效果表演的 去到安東尼學這件事的角色的藝術裡面再看 機械人管家身上的細節 那種清楚的程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但它清楚得來 那種連貫感和質感很強的 就不是說是前後分離 整件事是很整體 很有質感很強烈很吸引的效果 2049第一幕就是一隻大眼睛 掛在螢光幕上面 那這隻眼睛的精體那部份 那種湖水綠的多種層次 展現得非常清楚 每一級的色 每一種色之間的變化 眼白上面的血絲 紅紅上面黑中有黑的層次 特別強烈 還有它的眼皮那種質感 那種厚度 如果是相對人們的投影機 你就會覺得眼皮很單薄 這次看那個厚度 可以說是我看過另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說暗位 不得不提這個1917 中段當男主角 晚上穿越戰場的時候 有很多暗位 US Signature L 做到那種暗裡面有黑黑 那種層次是清清楚楚的 即使是在很微亮的光線之下 都可以看得出它要面對一些什麼環境 地下室裡面有畫架 所有細節都很清清楚楚的 在月亮的場景 很暗的場景之下 有些水滴了到男主角面上 那種細節和質感都仍然保持得很強烈 可以說是應該看到的 全部都看得很清楚 很立體 還有很多顏色 新片必須要看看 《22世紀殺人網絡復活次元》 這部電影其實 不是每個場景都漂亮的 不要緊 但是有一個場景令我很深刻 就是新版的莫菲斯在廁所隔 走出來的那一幕 它那件金黃色的絲襪 還有裡面的金黃色的絲質的襯衫 那種立體感那種質感是非常之強烈 精緻、仔細、超高清 不少它面上那種粗糙的皮膚 粒粒粒粒 也很強烈 其實當我看了兩個8K的demo file之後 我發現它的解像度、精細度 其實是超出了肉眼的可見那種精緻感 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 我就建議你去想一想 看不看 若然你問我哪些人應該去看看 Dream Vision EOS Signature L 如果你自問自己是很眼尖的 很高要求的 對眼很敏感的 需要看很豐富的顏色 對顏色的色準 和色街的豐富度很有要求的 對電影感很有要求的 對光影很有要求的 對立體感很有要求的 對由光到暗位的層次很有要求的 對靚畫是很有要求的 你都應該要看看這部頭影機 大家看到我旁邊這一部 EOS Signature L 用了一個Minions 迷你冰團的黃色 即是告訴你 EOS系列 除了黑白色的兩種基本色之外 其實你還可以在RAL Rail的色卡裡面 去選擇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包括最受歡迎的花乃里熊 當然你可以選擇紫色 金粉的色 也可以選擇金屬的色 他給你選擇可以配合你家居設計的顏色 當然你說我要土豪金色 絕對可以提供給你的 只要加多五千元 那你就可以擁有一款屬於自己的顏色